欢迎收听今天的一部到全世界 沙地阿博爆发这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那几乎是政变 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国立政治大学的阿语系的教授 也是中东中亚研究所的教授刘长正刘老师 来带领大家看沙地阿拉伯的王室 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众 来这个教授好 宏玉大哥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这个长正老师因为他率先 报纸还没有揭露 他就传这个讯息给我了 其实看了以后其实也蛮恐怖的 忽然之间一戏之间逮捕了11个王子 那么还有4个现任的部长 还有38位前任的部长 10个 现在因为他前任部长 还有一些就是说重要人士都被逮捕了 那只是说他们现在是全部都软禁 那还没有用的名称是说反贪腐 对 可是事实上以我们了解中东的 沙地的状况 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应该没有这么单纯 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宫廷内斗 接下来是王位的一个继承的一个斗争 所以因为我自己本身在英国念博士班的时候 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在写沙地 跟伊朗的外交冲突 所以需要去分析沙地王室的构产 所以在这里面其实看得非常清楚的是 他们沙地这个家族内部的斗争 其实是茶壶里面的风暴 那都关在一起里面的细部 其实是那个各个王子 各个王室成员 其实都在互相拉兄弟来对抗对方 等于拉帮结派就得了 对对对 一定要拉帮结派 因为他们的权力 他们的王位的继承 到目前为止还是所谓的兄中弟级 那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说 其实沙地 如果说你知道沙地阿拉伯的话 我们的阿拉伯是 少德的阿拉伯 哦 沙地就是少德的意思 少德的阿拉伯 等于是阿拉伯 他把自己认为说是家天下 这整个地方是我的 那你说 国家是我们家族的 对对对 少德这个家族的 所以我们英文讲 沙地阿拉伯 对 沙地就是那个地方 它的那个什么英往下的话是 等于是从属指去 那去接的时候就是 沙特的阿拉伯 那这是个名吗 还是姓 那 少德是他的姓 對 对 对 那阿拉伯 等于是阿拉伯半岛 对 所以他 这个在名字里面 阿拉伯半岛是我少德家族的 然後這個國家叫沙烏地阿拉伯 對 是這樣來的 那你說他一開始 他真的有這個權利嗎 其實不是 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 這個地方是歸哈須米家族管的 那哈須米家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被英國拐了 去帶領阿拉伯人 去對抗奧圖曼托奇人 而且在1916年的時候 英國就是我們所說的阿拉伯老人士 他們就是拐了阿拉伯人 去對抗奧圖曼帝國 可是當時候他們說 你如果說在這個阿拉伯地方 幫我牽制奧圖曼帝國的人的話 我們戰爭結束以後 我幫你把今天的叙利亞 伊拉克 約旦 還有沙烏地這個地方 我畫給你 讓你成為一個哈里發 就是哈里發等於是 帶領大家走正道的人 等於是國王的意思 那所以當時候哈須米家族 哈須米或哈須米家族 這個家族現在人在哪裡 在約旦 他們被趕走了 是控制約旦這個國家 這個家族嗎 對 因為本來他是在賣家的家族 那英國一開始的時候 跟他在一起 跟他談 結果拐了他們 他們就傻傻的 帶領阿拉伯去對抗奧圖曼土耳其人 牽制了土耳其人 在亞洲 那他們英國也同時去拐 那個猶太人 告訴他說 你如果在歐洲 幫我牽制德國人的話 戰爭結束以後 我們在今天的巴勒斯坦 幫你成立一個民族家園 他沒有說民族國家 他說民族家園 結果猶太人傻傻的就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就在歐洲去牽制德國人 他們死了非常多人 可是戰爭結束以後 英國對阿拉伯恩對猶太人 全部都反饋 全部都反饋的時候 結果 邵德這個家族 他們其實本來只是一個部落 那部落的人民 他從18世紀的時候開始就起來 他起來的時候一個 他們曾經也被打 那就是部落之間的紛爭被打了以後 他們曾經逃到科威特後來才回來 那為什麼會起來 我先問一下 那部落到底有多大 每一個部落其實不太一樣 就有點類似宏一大哥 你是嘉義的姓鄭的 鄭的家族 對 所以你們鄭的家族就會在一起 那你會 你為了要擴張你的影響力的時候 你會跟說 假如你碰到我 我是另外一個家族 姓流姓的家族 你打不過我的時候 你就來跟我說我娶你的女兒 那娶了你 可是沙烏地的國家的國王 我們說邵德 邵德國王 他是1875年誕生 他在這塊地方的時候 他用結盟 用結婚的方式 所以他娶了22個老婆 他生了45個孩子 36個有長大成人 那生了45個 45個 兒子 女兒不算 女兒多少個知道嗎 女兒沒有 在阿拉伯世界不會特別算 女兒有多少個 是喔 對 那他現在的孫子 已經超過1000多人 孫子沒有算孫女 對啊 那邵德還在嗎 邵德死了 他1953年死掉 他死掉以後就開始 他的兒子 開始所謂的胸中弟脊 對 那他因為生了45個 有些是在小時候就死掉了 36個是真正就長大 對 那不同母親 對 不同母親 22個母親 22個母親 那有些母親 力量比較大 像我們所說的 Sudari家族 他就生了7個兒子 7個兒子跟5個兒子 跟2個兒子 或跟1個兒子 那個權力就差很多 不一樣啊 要燒爬爬爬爬爬爬 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在 沙奧地裡面的政治裡面 我們會說Sudari7 就是Sudari這個家族裡面 有七兄弟 那七兄弟他們的 因為他們現在 就等待 那再問一下 所以邵德如果平均 他有生了45個男生嗎 那麼 你要問他 不是 我是說 那照理說 假定是平等的話 他也可能也生了45個女生 對 所以他的小孩幾乎有100個 100多個 我們知道是有100多個 100多啊 對 所以他現在的孫子 男生的孫子已經有1000多個人 好 那他娶了22個老婆 可是這個國家不是有規定 只能娶最多娶四個老婆嗎 那他不是犯法了嗎 他完全沒有犯法 因為在伊斯蘭法裡面可以規定 你同時可以擁有四個老婆 對 所以當 洪英大哥像你 如果說娶了我女兒以後 生了孩子以後 我們兩個變成結成親家 對 結成親家以後 你後來再要去征服別人的時候 你把我的 那個部主人一起帶去征服人家 征服人家的時候 對方你要如何能夠變成 很麻吉的朋友 當然又是你犧牲 你又再去娶他的女兒 好犧牲 你非常犧牲 所以你就用這種方式 去娶了他的女兒以後 你再生了孩子 變成他又跟你是親家 所以每次配額到這邊的時候 你就是說好 那等到要第五個的時候怎麼辦 你就是把一個老婆修掉 那修掉的方式在 在伊斯蘭其實非常簡單 在兩個穆斯林的男人 或者四個穆斯林的女人 你只要連續說三次 我不要你 離婚就成立 啊 在兩個男人面前 兩個穆斯林男人 或者是四個穆斯林女人面前 你只要有這個證人 你只要說這樣的話 我不要你 我不要你 離婚就成立了 哎呦 啊可是 你就算離婚 你還是會知道 像如果說你娶了我女兒 你後來要跟我女兒離婚 可是你對我的兒子 你的兒子 我的孫子還是很好 所以我知道說你只是 因為為了要這樣的擴張勢力 你還是對我的孫子很好 這個也蠻累的 對 OK OK 那生了兒子以後都叫王子嗎 都是王子 親王 親王 對 都是親王 OK 可是他的王位也應該傳給他的弟弟 對不對 一中中地極 邵德死掉以後 他這一家族就開始傳他的兒子 那傳他的兒子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一個默契就是說 如果今天第一個傳的是這個 第二個你就不能同一個媽媽 不能同一個媽媽的兒子 所以他們要讓權力這樣劃分 所以他們現在有組成一個35個 所謂的那個什麼committee委員會 每個家族派一個秘密的來投票 那他們都會 所以在這裡面 我們會看到王子之間會互相去拉票 會互相 這個家族會互相說你來站在我這一邊 了解 那我對不起我再問一下 那現在叫做沙烏地阿拉伯 對 也就是說這個國家其實是什麼時候創立的 他1932年創立的 那32年之前他叫什麼 他不是他是一個遊牧民族 當時候我必須要說的是 在英國跟法國介入中東以前 阿拉伯人沒有國家觀念 他們只有部族觀念 所以當時候是奧圖曼帝國 1453年的時候開始統治這塊地方 就是土耳其人統治這塊地方 那他們為什麼沒有反土耳其 因為土耳其人他們也信伊斯蘭教 對 那他們一樣照樣繳宗教稅 所以他們覺得你既然都跟我一樣 而且天高皇帝遠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差 沒有關係 可是英國和法國在所謂的殖民擴張的時候 他們為了要方便統治這個地方 中東和北非的時候他們就把部族就劃分 而且劃分的時候非常有趣是一個 牛津大學一開始收的女生 念歷史系結果沒有駕成 結果後來在維多利亞實習在倫敦社會有壓力 他就求他爸說那你讓我到中東 因為當時候英國他們有很多所謂親戚 怎麼樣全部都當軍官在中東 所以他去了以後了解了中東狀況的時候 他竟然建議英國政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快打的時候 他們已經感覺有問題了 他告訴英國的外交部說 你現在要去找誰 像找賣家的哈希瑪的胡森 你可以跟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去對抗奧特曼帝國 所以英國的整個中東政策 剛開始的時候是一個英國女生 戈除貝爾他決定他去想的 結果後來第四世界大戰的時候 戈除貝爾說那我來去跟阿拉伯人一起對抗 結果英國政府外交部就非常昏倒 就說你是女生去那邊不方便 所以他們就派阿拉伯的勞人師去 所以我們才會有說阿拉伯的勞人師 阿拉伯的勞人師都是聽從戈除貝爾給他的建議 要去跟哪個部族結合 去對抗托貝爾 好我們現在訪問的是政治大學的教授劉長正劉老師 那麼介紹的是勞地阿拉伯 因為我感覺他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宮廷內鬥 是 那麼這個國家也就成立85年1932年 那是由邵德建立 不過這個是一個家族的王國 跟我們所謂民主國家不一樣 那這個家族就顯得非常神秘 而且權力非常龐大 那所以這個就有趣了 他們到底內鬥雪不雪星 那這個家族到底是怎麼樣 有多龐大 那這些王子親王這麼多 他們的待遇到底如何 我們先休息 等一下繼續請教劉長正老師來進廣告 好歡迎繼續收聽波渡全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的是政治大學阿語系的教授 也是中東中亞研究所的教授劉長正老師 那劉老師剛剛有講的就是說 邵德國王有22位太太 請教你太太哪 他太太就去部落區 為了結盟 對這個有很多都是所謂政治性的結盟 政治性結盟 那取了當然他有些 那有多少部落 其實部落非常多 因為有點類似像 像我們在一個地方說 所謂的離深坑就一個 那那個政大那邊一個 那你淡水一個 哪邊都一個 所以他們是部落就是 因為以前沒有國家 所以唯一能夠保護你的 是宗族的族長 那都是一個姓一個姓 對不起那請教你 那他們的部落靠什麼為生 很多有些會靠貿易 像先知夢和莫德他們家 家族的部落就是靠貿易 就是從那個 從阿曼那邊 帶一些所謂的乳香木藥去賣人家 那有些是畜牧 畜牧 那有些都是沙漠 是 不過現在 因為沙烏地從1938年 開始發現石油以後 整個都翻轉了 那所以現在變成說 阿博世界像沙烏地阿博 現在三千多萬人口 他年輕人非常多 三千多萬人口 三千多萬 那國民所得多少 國民所得應該沒有太多 應該是兩萬多塊 那跟台灣差不多 可是你要想 他們女生幾乎都沒有工作 那而且人這麼多 還有就是他們靠單一的 所謂的經濟來源 賣石油 對 所以在相對上面 他們可支配所得 其實在裡面上比我們還多 那再問 那這個光是少德國王 就有45個兒子 存活了36位 對不對 他現在孫子有一千多位 孫子有一千多位 也都叫親王 對 就是王子 王子 對 一千多位 是一千幾 這個我們沒有特別算很清楚 因為我在 政大在上課的時候 我們碰到一個問題 中東的人口數常常會不清楚 那學員也會問我說 為什麼不清楚 因為中東有很多 宗族的觀念 還有就是你的宗教觀念 你遜你實業會影響到 你的就學權 你的工作權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不願意 不願意講 那還有說像巴林 中東一個小國 就是一個例子 他六十幾萬人口裡面 他百分之六十五 是所謂的實業派 是伊朗的後代 對 可是百分之三十五的遜尼派 漲到權力 那漲到權力的時候 他造成 我的一些朋友 他們就是說 實業派的人 他們不能去當公務人員 連念書都受到排擠 對 所以當你念書受到排擠 你要去考公務體系 或者你要去考軍人 當警察 你都不行去當的時候 對 你都覺得政府對我不公不義 那政府當然不願意告訴你說 我是人口上面少數 可是我政治上面我是多數 所以我為什麼要告訴你說 人口多少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人口大概 我們會看到中東人口 像世界銀行或者聯合國的統計數字 幾乎都不一樣 我了解 好 那這些王子一千多位 他們的待遇怎麼樣 有什麼特權 去年BBC的一個新聞上面揭露 就是說他們每一個王子最少 你只要是就是王室這樣生的 你就算剛出生 一個月也有60萬台幣 只要出生一個月而已60萬 答對了 哇我的天啊 科威特是75萬 在科威特的家族 國王家族 一個月有75萬可以領 就是你一出生 他給你的所謂的津貼 對 那他自己如果要上班這個還不算 做生意這個還不算 對對 有什麼特權嗎 當然就是說像 大家當然會問我說那沙烏地有沒有可能 就是所謂的那個被政變被反覆 其實以我們來看不是這麼容易 為什麼不是這麼容易 因為他們你想想看他們的網址這麼多 對 他把每一個網址都放在 重要的位置 對重要位置上面 變成整個國家等於像一串 一串蠟掌一樣 全部都是 大家都是一起的利益共同體 對 所以他們 我們為什麼說這是茶戶裡面的風暴 因為他們只有在內部裡面內鬥 他們當然不願意外擴 因為外擴如果造成國家的動盪 對他們來說 統治階層不見得是好事 所以 所以我們看到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現在掌控的是哪 誰 就是蘇德里 那個七 生的七個兄弟 的那個 那個媽媽的現在那個兒子 就是那個薩爾曼 薩爾曼他還有個 他還有個弟弟 薩爾曼 對薩爾曼 國王是薩爾曼 對對對 那現在王楚 是他的二老婆生的 王穆罕默德 32歲的那一個 對 非常衝的那個 穆罕默德是薩爾曼的兒子 對 第二個老婆生的 對 而且是倍受寵愛 因為我當時候因為 所以照理說 薩爾曼如果要立另外一個國王 照理說要傳給弟弟 理論上要傳給弟弟 理論上要傳給弟弟 對 對 因為像他2015年的時候 他的哥哥阿布杜拉 要過世之前 有要求他要答應說 你到時候 因為他現在今年也81歲82歲 誰 薩爾曼 因為兄弟生這麼多 其實都已經 已經 那個都 都 年紀都很大 那你想想看喔 創立國家的 伊本少德 對 他生的大兒子 有些時候 他們18歲17歲 有些就結婚了 所以大兒子 等於是孫子搞不好比 現在的兒子年紀還要大 那有可能 對 那 就少德的孫子比 對 比他的那個 對 比他的小兒子還要大 還要大 就是 爸爸還在生的時候 那個兒子也 也結婚在生孩子 是 所以那個東西就造成他們 第三代第四代的王子 會等不及 嗯 那等不及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看到1960年代的時候 就有一個王子結合另外幾個王子 五個王子 覺得他的哥哥 國王做得不好 所以其實有 有 有在逼宮 可是這件事情沒有成 所以那個王子就 被迫 換到 就是 就是沒有回國 留在埃及 留王啊 對 那留在埃及 那個王子的 那個王子現在的兒子 就是 禮拜六被抓的 那個 瓦利特 的爸爸 喔 對 就是我們所說的那個什麼 沙烏地的億萬富翁的王子 那 因為他們是不同 的媽媽生的 對 那現在 因為他 還沒有死 所以他在某些程度上面 他可以 他可以 要求王位 你如果說你死掉的時候要換我 對 那當然 我們在看這件事情 的話 你會注意看全世界媒體 為什麼沒有人願意說這一塊 哪一塊 所謂的政治爭奪 大家都在講說 啊 穆罕默德那個什麼王子 對 他在推翻 貪腐委員會 改革 你覺得他有比較好嗎 嗯 如果你真的去看的話 他去年才跟 蘇聯的大富豪 花了一百七十幾億台幣 買了他的遊艇 喔 一百七十幾億 台幣 買遊艇 他自己32歲 的人 誰 就是那個穆罕默德這個王子 這個王子 對 他自己去年才買了一百七十幾億的 台幣的遊艇 你覺得 他去說他的叔叔貪腐 對 那他自己有比較好嗎 欸 哇 天啊 你知道一百七十億的遊艇 有多大隻多豪華嗎 對啊 啊 可能世界最貴的喔 對啊 那你看到 燒地的國王 今年暑假的時候 七月到八月的時候 到摩洛哥去度假 帶了一千個官員跟隨從 還有那個王室成員 嗯 他花了多少錢 三十一億台幣 一千多位 一千多位的官員還有王室成員 對 跟著他到摩洛哥去度假 摩洛哥 就是北非 對 北非嗎 還是南歐 北非 北非那個 最邊邊那個國家 我知道 啊 就是卡薩普蘭卡那個國家 對 他在那邊他有資產 可是資產的時候 那為什麼要去旅行 需要帶到一千多位官員跟建署 他上次出來的時候 不是到亞洲訪問的時候 不是有帶兩個黃金的電梯嗎 欸 我不曉得欸 他帶黃金的電梯要幹嘛 沒有啊 就是排場啊 所以他到日本的時候 到東京的時候 把所有東京的豪華轎車 全部都租完了 嗯嗯嗯 那旅館全部都大爆滿 對 對啊 那他去的時候 那一個月 這是憲政國王嗎 對憲政國王 對憲政國王 爸爸每一年 對他每一年出去度假 因為他在摩洛哥有買 買私人別墅 嗯 那可是他去的時候 又把所謂官員 還有他的老婆啊 那還有兄弟啊 這些帶去 對 那帶去去完一個月 他花了31億台幣的時候 創造了摩洛哥 1.5%的國民經濟所得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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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那還有就是人民對穆斯林的了解 文化上面的了解 其實讓他們覺得不會 不會因為他們不了解這個地方 他們就不會來 所以像他們到印尼到馬來西亞 他們就常常會一回去再回去 然後我講一下 欸我曾經啊去新加坡的啊 港口 那那那裡有一個地方叫做聖陶沙 對 那聖陶沙就是個港口 我去的時候啊 剛好他們在展示遊艇 對 那因為聖陶沙太多有錢人都西方人 對 遊艇我上去看 大概都是3000萬美金左右的等級 我那已經不得了了 那已經是好幾層 而且裡面的裝潢都非常的豪華 對 那3000萬美金也只不過台幣10億啊 9億10億啊 那這個171億啊 他還是買二手的 他是買不是買新的 他是跟蘇聯俄羅斯的那個富豪 買的二手遊艇 二手遊艇 而且是殺價過的價格 通常171億的遊艇 可能長度超過100公尺 我們從來沒有被邀請上軍工 然後這個我以前代言過一個案子 賣遊艇嗎 不是他那個是房地產 然後他為了拍海上的廣告 對 他就有一艘遊艇是說遊艇實在有點過頭了 那就是2000多萬的船 對 在我看來已經很了不起了 對 2000多萬的船 我記得張榮發先生 他們好像也有遊艇 那個遊艇好像說據說 據說是230億 這樣 所以那都已經很豪華了 更無況說這171億 大家可以想像那個船有多大有多豪華嗎 對 這是二手的 如果是新的話 可能更高的價格 好 那麼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政治大學阿語系的教授 也是中東中亞研究所的教授 劉長正 劉老師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請教他 來先休息一下 好 歡迎繼續收聽 《播度全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政治大學阿語系的教授 劉長正 劉老師 也是中東中亞研究所的教授 那剛剛講的就是說 這個國王 憲政國王 其實也是財力非常雄厚 對 定義是整個國家都他的財產嗎 他們是這樣認為的 因為是家天下的觀念 所以這些網址都 分佈在最重要的位置 對 就是比較重要的網址 那還有這個東西 也變成一個仇庸 你如果是這個媽媽生的 以前我們在看的時候 像他們的外交部或內政部 都是一個媽媽 那就是媽媽生的兒子 就是在這個家族裡面傳 可是現在他都把這個打破了 他把傳統打破 所以變成造成這些所謂的親王 或親王兒子 其實是不高興 好 所以現在發動 逮捕 這個十一位王子 對 四位憲政大臣 三十八位前大臣的 這個人 就是 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呢 就是王儲 對 他王儲 三十二歲 這個王儲就是現任國王 穆罕默德 第二個太太生的兒子 對 這樣子 好 只是有點可惜的是我認識他的 大兒子生的孩子 那 廢測 大兒子生的孩子 不是 大老婆生的孩子 你說 穆罕默德大老婆 是我生的兒子 你認識 因為當時候我們在 英國念書的時候 他 在牛津大學念書 他是一個很好的學者 那 他的博士論文現在也出版了 大家可以找得到 那他叫做 他也叫費瑟 那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爸爸就是在 當利亞德市市長 對 那因為我們兩個 博士論文的題目 非常相近 就是 沙烏地跟伊朗外交衝突 可是我們的時間點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會 稍微聊一下 就是我會到 牛津大學去找他 去聊 他怎麼看這件事 對 那其實他非常和善 那只是說去的時候 他旁邊都會有人 站在旁邊 當時候他其實就有 所謂的 保鏢 保鏢 那 只是很有趣的是 保鏢不會離我們台境 他也不會聽我們 那如果有一千多位王子 那保鏢要編制幾位啊 都有啊 就是你比較重要的 他會有這樣的 這樣的 對 那其實我們台灣 在幾年前 也有另外一個親王 也有來 那你當時有沒有跟這個 沙爾曼的大太太生的兒子 弄好關係啊 當時我要見他很簡單 現在要再見他 因為他現在已經是 沙爾第三大最重要城市 就是利亞德是首都 邁加麥丁納 是宗教的大城市 他現在是麥丁納的省長 哦 有有有有 這麼大 才46歲 就已經是省長 而且這個東西在 等於是在排位置 可是問題是 那你有聽到Line嗎 哈哈哈哈 沒有欸 那 那 呃 等他邀請來台灣這次 他不可能來的 因為他們 我們現在 中國大陸的 中國的力量 在那邊 對我們施加非常大的壓力 整個中東 我看到的 不管在約旦 嗯 在科特 在阿曼 在阿球大公國 所以我們看到 雙十節的時候 我們的慶典 其實我注意到的是 我們在國外的 大 那個所謂代表處 連要辦這種 所謂的 國慶酒會 嗯 中國 中國的 大使 都會對 呃 住在國 的外交部 要求 我們不能掛出國旗 不能唱國歌 嗯 所以我們其實 現在 受到很大的壓力 了解 那這次呃 逮捕的包括 利亞德省的省長 沙奧地航空公司的總裁 沙奧地電訊公司的總裁 那些 頭銜都很怕死人 是啊 還有 國家防衛部的部長 對啊 經濟部長 對 海軍部隊指揮官 哦 連要落落等 哦 這整頭超級政變 呃 呃 呃 這個東西 呃 補一大哥 你們如果說有注意的話 2015年的時候 其實 就 就 當時候 在 還存在的 十二個 親王裡面 就是第二代的親王 嗯 有八個人 逼供 要 沙爾曼交出王權 沙爾曼憲政國王 沙爾曼憲政國王 交出王權 對 結果逼供不成 那當時候 逼供不成的時候 我們就在等說 等清算 沒有想到 當時候沒有清算 對 對 可是 這個禮拜六 以我們研究中東政治來看 嗯 我們 不這麼認為 這叫做反貪腐委員會 對 真的去抓貪腐 他不是貪腐的問題 我相信 其實在某些程度上面 是有很大的 是要排除異己 嗯 把這些叔叔 伯伯 能夠阻擋這個三十二歲 啊 穆罕默德親王 啊 那個王儲可以接任他爸爸 因為他爸爸 我們知道是 應該有阿茲罕默症 少曼 對 那八十一歲八十二歲 嗯 那身體狀況其實一直都不好 哦 那一直都不好的時候 他還有一些 他還有幾個叔叔 嗯 伯伯在那邊 這些人都可以 所謂的 如果照著胸中心 等著要接班 那其實我們 2015年的時候 他其實在接阿布朗拉 那個他哥哥的位置的時候 少曼接他哥哥的王位 對 的王位之前阿布朗拉其實有要求薩爾曼說 你一定要讓我們的弟弟 啊 啊 穆克林要接到位置 嗯 就是少曼的弟弟 對 嗯 可是那個弟弟 在那邊沒多久 就後來 就因為被壓力之下 他自動請辭當王廚 哦 自動哦 哈哈 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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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 這一定是被恐嚇威脅的嗎 因為這個王祖他的媽媽 當時候其實是夜門的女奴 嗯 來到王室裡面 被伊宾邵德 邵德國王看上了 所以他懷孕了 結果生兒子就扶正了 那扶正了以後 對這一些像蘇代理這種名門 就是所謂的名門 大家歸秀 他們怎麼會甘願說 你一個外國來的女奴 你生兒子 你的兒子 結果被國王 對 所以他們當時候就 就很多人在反 穆克林 穆克林其實在 我們在看他其實是清廉 而且很有能力 那年紀也比較輕 其實是可以接這個位置 是 那問題是 現在薩爾曼用的方式是 排除所有他的 兒子要繼任的 任何的主黨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東西 其實我在看 我的 自己的解讀是為了 王儲 32歲的穆罕默德王儲 未來要接班 他們找出一個理由 不過 這很有趣的 我看了 國外所有的 媒體的報導 沒有人願意這樣寫 那大家只是說因為 為什麼沒有人要接 Walid 或怎麼樣都貪腐 或怎麼樣 其實我們應該要說的 為什麼沒有人要寫 因為 你這些像 美國歐洲的這些國家 都還有跟沙奧地有軍 就是所謂軍售 你寫了對你國家沒有好處 為了做生意 當然為了做生意 所以在某些程度上面 他們或許被政府有先打招呼 或許他們也自我設限 不敢寫 當然他現在表面上面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禮拜六晚上我們成立一個 反貪腐委員會 王儲 穆罕默德他就是反貪腐委員會的頭頭 然後就抓人 就是抓這些可能有貪腐的王子 還有這些部長 所以 好他把 他把這個 Ritz Carlton Ritz Carlton 應該 Ritz Carlton到底要怎麼犯中文 對啊 這應該是說 李茲 卡爾頓飯店 對 然後其實Ritz Carlton 算是一個很高級的飯店 那他已經把它清空了 就是說這些被我抓起來的人 逮捕的人都要灌進去 對 就是等於是軟禁 軟禁 對 那room service 對 可是這個東西其實你看 把他送來手銬了 哈哈哈哈 沒有你看這個東西其實 在全力的確認以來 我們看到奧圖曼土耳其 當時候從1453年開始 掌控到整個土耳其 還有中東北非的地方的時候 他們怎麼樣 確保王位不會被挑戰 你任何的老婆生的孩子 我只要今天選上一個 當國王的時候 他立刻把他兄弟全部都殺掉 哎呦 我的天 沒有讓你有任何競爭的對手 以前 對 那後來慢慢演變為說 這跟獅子不是一樣嗎 獅子他碰到別的獅王 跟別的母獅所生的小孩 他先把母 他先把那個公司趕走 對 然後把小獅子 小獅子先殺死 殺死 然後母獅就會 就會 發錢 然後跟他交配 對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就看到說 後來他當然就是說 所謂的 用軟禁兄弟的方式 其實在這裡面因為權位太迷人 你想想看他的石油 他佔全世界百分之十八的 那個蘊藏量 你任何人當到這個位置 你都很有錢 而且你的權限這麼大的時候 變成你的所有的弟弟 你的屬子這些人 全部都要來求你 那這樣子的軟禁難道會不會有血腥 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血腥 只是軟禁 軟禁而已 就讓他措手不及 對 但是全部都措手不及 所以禮拜六發動的時候 其實我是在禮拜天凌晨兩點半的時候 我的沙烏地王室朋友 就發一個訊息過來說發生的事情 感覺是比國際通訊社還快 你 還好就是因為我們都有在聯繫 那當然我另外科威特的朋友就說 他就說 Rio其實一件事情有一體兩面 因為我寫的東西 可能都跟一般傳統的全世界媒體看到的東西不一樣 我只看到的是內部的爭奪 可是因為科威特的王室成員 他自己也是王室 所以他其實我可以了解的是他不希望我這樣寫 因為他自己也是王室 對 一個月有75萬 對 所以他不希望我這樣的寫法 那當然因為 你剛講那個什麼 哈西米家族是在約旦還是在科威特 在約旦 那科威特的家族是斯巴爾家族 所以我們其實在做研究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要知道哪一個姓 等於是他們當時的部主被扶正變成國王 你要知道 所以我們變成說在中東我們知道 只要一聽到他的姓 就有點類似在台灣 你會聽到王家 魏家 什麼家 或張榮發他們家 這你就知道說哪幾個大家族 是有所謂經濟或政治權限的 那未來這些被軟禁的被拔掉官位的 難道他們不會反擊嗎 我想這一次他們是完全措手不及 所以全部都被抓 哇 速度很快 是啊 所以我們你看禮拜六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才只有十一個王子 四名現任大長 還有十個前任的那個部長 現在已經變38位了 所以他抓的速度其實是非常快 而且這些東西我們在說2015年那一次 沒抓 就是王子親王反自己的國王的哥哥 或弟弟 那你覺得這個國王難道不會怕嗎 所以他虔誠了兩年 變成他也在做的一個動作是 他去問哪一個 哪一個王子是願意站在他這一邊 好 那這一次發動所謂的反貪 事實上是鞏固自己權利的 我是這麼認為 是 這一個王儲 叫做 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 那穆罕默德據說其實是要改革 沙地阿拉伯的婦女的權利對不對 對 允許他們去電影院看電影 對而且 準許明年6月1號開始 沙地的女生終於可以開車 自己開車 開車而已 對 他們可以游泳嗎 一般來說不會 他們出 有些人家裡很有錢會自游泳池 對 所以自游泳池 那一般婦女可以游泳嗎 他們一般如果就算去游泳的話 會穿 整身都穿著下去 這樣子怎麼游 人家只是去泡水 他不見得真的像我們這樣要運動游泳 看得到曲線嗎 你想太多了 整個都穿而且還包頭巾 你要怎麼游 喔 好 我其實這樣講意思就是說 這個也不 不外乎人性嗎 有時候我們會喜歡看 為什麼世界小姐選美就是有穿比基尼 因為那就是顯露他的曲線 你知道有那個性別歧視 你怎麼可以這樣呢 不然他們是要目瞭 不是啊 你不應該說用女生的外表 外貌身材來 那為什麼要有 那為什麼要有 所以那是不應該的 我是覺得不應該 喔 你實在 對啊 你自己那麼喜歡看 然後故意來貶低我 你怎麼 你怎麼會這樣說 我沒有貶低你 你本來就是這樣的人 OK 好了 那我意思就是說 這個國家的女性的權利 有多麼的被限制 有多保守 所以像當時候你看 他在薩爾曼 所以薩爾曼做那個什麼 薩爾曼的兒子 那個王儲穆罕默德 他現在其實做的很多東西 好 其實是 不好意思 我要進廣告 等一下繼續請你說 好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 大家休聽一下 我們邀請到的是政治大學 阿宇希的教授 也是中東中亞研究所的教授 劉長正老師 來休息一下 好 歡迎繼續收聽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國立政治大學阿宇希的教授 劉長正 劉老師 那剛剛講到 沙烏地阿拉伯的婦女 其實是世界上最保守的地方 對 他其實這個東西 就是他們當時候 整個宗教在他們國家 被宗教學者詮釋 他們像不能開車 可蘭金根本沒有說 當時候有可蘭金的時候 根本沒有車子 女生不能騎腳踏車 那女生你不能自己出外就醫 不能自己找工作 那我如果我老公我兒子都不在 然後我已經病得很嚴重了 所以就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那所以現在的王主 穆罕默德提出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年輕的一代是支持他的 等於是他把自己 形作為開放改革的先鋒 那他們現在也知道說 沙烏地一個麻煩是他們的經濟80%以上 到85左右全部都靠賣石油 那油價現在跌到50幾塊的時候 其實造成他們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在石油經濟裡面 我們有一個專有名字叫break even 就是你要有東西要賣多少錢 你才夠你的財政平衡 沙烏地五在看其實已經連續三年 是走進財政赤字 在2014年的時候油價下跌的時候 他們國家財政赤字是21% 那最近差不多到13% 那你13%的時候你沒有錢怎麼辦 就是以前他們以前有所謂的賣一桶油 要抽十分之一 要放在所謂的一個基金會 就是未來子孫的那個基金 他們現在其實在用這些基金 那用這些基金的時候 就已經其實用到老本了 那所以他就必須要做一些改革 那我們在說沙烏地其實油 我們在看 所以我們在婦女的參與工作是很低的 對 因為他們當時的種種法令限制 你說女生如果要工作 你還需要家裡的男生佔你去 你知道我們台灣的婦女參與率是多少嗎 這個我不知道 58% 那其實算蠻高的 算蠻高的 當然算蠻高的 他們那邊是說 我沒有限制你說你不能找工作 問題是你要從 像林大嫂如果要出來工作 他就在沙烏地阿拉伯就需要你載他出來 不然你就要再聘一個人 那聘一個人在沙烏地阿拉伯 我竟然聘的是所謂的外籍移工 印度巴基斯坦的外籍移工男生 對 那男生的時候他們這個造成有80萬個工作機會 好 80萬工作機會的時候 現在他們就要把這個東西砍掉 所以砍掉的時候就說那女生可以自己開車 可是當時候就有人在說那這個你說男女受受不侵 女生因為出去外面要受到保護 那這個外籍移工如果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 他也不是你們家的人 這樣不是你們家的女眷跟這個外籍移工 外籍移工在一起不是也很危險嗎 對他們竟然有宗教學者說 那這樣的話就讓外籍移工吃喝那個家裡媽媽的奶 這樣你們就變兄妹了 這個傳出來的時候被大家笑翻了 吃這個被我載的這個女生的媽媽的奶 那等於是你們就是兄妹所以沒關係 兄妹就可以載 你可以看到沙烏地還是有這種極端宗教保守的人 在世界在演變的時候 他的那個解釋宗教還是如此的如此的迂腐 所以他講出來的時候我們是所有人是快昏倒 好那再問一下 夜門發了一顆飛彈 導彈然後射向沙烏地阿拉伯的首都利亞德 那為什麼夜門要打沙烏地阿拉伯 因為大哥你知道 夜門已經被沙烏地阿拉伯攻擊了多久嗎 2015年開始 而且夜門現在是很慘了很多孩子 被因為營養不良 我這樣說好了 我夜門朋友告訴我 他在在國家的通訊社做事 他們當時候已經有八個月沒有薪水 可以領的 那沙烏地為什麼要去發動海灣國家聯軍 因為當時候夜門我們又說宗教的因素 他裡面有35%的人是死夜派 對 65%的迅尼派 夜門在還沒有內戰之前 其實已經阿拉伯之村還沒有開始爆發之前 他已經是全世界倒數第30窮的國家 我去的時候整個國家的基本建設都很差 那你國家基本建設又很差的時候 那又人謀不張的時候 就造成國家沒有什麼競爭力 沒有競爭力的時候 現在當然人民會不滿 那所以以前我們常看到夜門的新聞是 外國人去旅遊被綁架 他們其實被綁架外國人 他們不是要傷外國人 他們是因為你政府都不幫我建設道路 不幫我蓋小學 沒有醫院的時候 我屢次去求你總統說你來 你來看我們這邊什麼都沒有 我真的到南北夜門的時候 那個道路爛的不得了 我去旅遊的時候那個道路爛的不得了 可是那個北夜門有被建設 南夜門都沒有被建設 那今天Huthi那個35%的死夜派的人 他們是在北部 可是他們是被壓迫的人 被壓迫的人的時候 當阿拉伯之村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他們有利 當現在本來壓迫我們的統治者下來了 我們把他拉下來了 我們有機會了 那伊朗也藉由這個機會 因為伊朗是死夜派 覺得我們可憐的兄弟 在夜門被欺負被修理 所以伊朗給他們很多軍備 也給他們武器 給他們財力 給他們財力的時候 因為夜門就在沙烏地旁邊 沙烏地自己本身也有死夜派圖 而且是在產油區 沙烏地當然害怕 你這個旁邊的死夜派的人 換掌控到權力的時候 對我們國家裡面的死夜派 會有鼓舞的效用 所以沙烏地當然認為說 你盲刺在背 所以薩曼他們是遜尼派 他們是遜尼派 所以遜尼派對抗伊朗的死夜派 所以我們會看到伊朗死夜派 他去幫助伊拉克的政權 去幫助阿薩德的政權 這樣我了解 那我再請問問 所以這個沙國王室 一年花多少錢買武器 其實花多少錢 我們會看到2013年的時候 歐巴馬總統要下海的時候 他們簽了一個協議 是660億的軍購案 台幣 美金 美金 660億美金 分20年 可是我們在去查的時候 這個軍購要幹嘛 這個不是要給他們國家的軍隊用 保衛國家的 不是 那是要幹嘛 保衛王室的另外一個軍隊 王室另外有軍隊 對 不是效忠國家的軍隊 是效忠王室的軍隊 那有沒有效忠國家的軍隊 有 就是像這次被換下來 那個就是效忠國家的軍隊的 國家防衛局 對 那所以在這裡 效忠國家的軍隊叫什麼 他們有 有點類似我們的禁衛軍這樣 我沒有特別的去記他的名稱 了解 那哪一邊比較實力 實力比較強大 是國家的還是 當然國家比較大 國家比較大的時候 可是他有更細部的保衛王室的 所以我們上次看到2013年的時候 就已經有所謂的661億 那買了以後 我們真的看到 這個不是到國家的軍隊 所以這一次 你有沒有看到 今年年初的時候 美國總統 那個川普 第一個外出外訪問的是 蘇迪阿婆 蘇迪阿婆 他去幹嘛 賣軍備 結果他一拿到錢以後 他不是立刻飛到以色列嗎 對 再去給以色列錢 對 好 所以人家如果問我說 你說金黃聖 我買菜 如果問這個 那個蘇迪阿拉伯王室說 你們在家買什麼 我買武器 你要多少 660億的美金 那只是2013年 如果說2017年 今年年初的話 你去看那個數據 其實也非常大 了解 好 而且他們要走之前 川普的女兒不是又叫他們說 我有個基金會 你再認捐 他們又捐 捐多少錢 好像捐了一億 美金 對 好 我們今天訪問的是 國立政治大學阿語系的教授 也是中東中亞研究所的教授 劉長正 劉老師 非常感謝劉老師 這麼深入精闢的分析 謝謝 政治掌制式 好 那我們今天就進行到這邊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